深批正义的海军如今成了最大的小丑 陆飞曾经在长链岛的时候跟难民说 青智可是海军大家快别信他 结果回过神来陆飞才意识到 坏蛋竟是我自己 这一直当做是一个梗 但现在来看 如果正如吴老星说的 海军是世界政府的遮羞布 那靠着那些不断离开的海军建立起的正义形象 则是海军仅存的遮羞布了 随着世界政府暴露的暴行不断超乎想象 一起被带崩的自然就是海军的定位 其实在顶上战争之前 还没觉得海军的位置如此尴尬 虽然也有如赤犬在奥哈拉时期 炮轰避难船的操作 也有父皇蒙卡 这种在自己的管辖地一手遮天的军官 但更多的是心存正义的海军 当时地主家的傻儿子被撸梅伯 让一个海兵把给索隆送饭团的小女孩扔出去 那个海军也很无奈 但他能做的就小声给立香说 尽量把身体缩起来减缓伤害 这个时候感觉海军的正义还算是有根的 当然也有敢硬刚吴老星坚持真相的斯摩格 永不为奴的自由派卡普 当然还有怎么看 都像是暗中保护陆飞的皇舅 也算是别样的正义 再加上顶上战争 海军明面上获得胜利后 全世界的人都在为海军庆祝的奇特场面 所以在伟大航路前半段 海军也有不太能让人接受的操作 但从道理上来说 海贼始有久恶 无法以草帽团的标准一概而论 海军只是在完成他们的本职工作 但是越到后面越发现 海军跑偏的很严重 原本以为是除暴安良 原来明明是助纣为女 本来心怀正义的海军就不多 结果差不多都走干净了 从时间线上来看 先是身为远海军的蒙奇地龙 觉得这里没有他想要的正义 从而离开了海军 在摧毁奥哈拉的时候 萨乌罗不惜违抗命令保护罗宾 表达对这种突抹令的抗议 再到清智对海军所持有的正义 产生了怀疑 两年期间 清智离开了海军 责法也离开了海军 斯摩格的存在被边缘化 甚至只能在剧场版里露露脸 屁股也被刺杀 哈普在风潮岛也算是暂时下线了 就感觉海军的一个可圈可点的时代 也终于终结了 两年后海军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 大概就在腾虎的推动下 废除了用海贼制海贼的七五海制度了 但很快这种宝贵的正义 就湮灭在绿牛的那句 教不起天上金的国家 是没有人权的话语中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两年后随着很多人的经历曝光 比如白胡子 凯多 他们会当海贼 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为出生在一个充满灾难的地方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天龙人 交购天上金给世界政府 获得海军的保护 交不上的 要么逐出加盟国 不再受海军的保护 成天被海贼洗劫 要么就直接被世界贵族们物理消除 所以海军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就不用说了 世界的灾难 不仅没有因为海军的存在而减少 反而海贼还越抓越多 牛奶妹的故乡入路西亚王国 当时被黑胡子的麾下海贼 桃胡子入侵 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被姨母从地图上给物理抹除了 然而他们是准备了天上金的 这是他们全部的东西 不仅还没来得及换来安稳 反而还被海贼骚扰 是真的惨 所以顶上战争时 海军的操作就非常让人迷惑 最该抓的黑胡子 笑呵呵的满载而归 不该杀的人是玩命了追杀 那个时候海军所谓的正义就很有问题了 再加上38年前的那场 神之谷种族杀人游戏 还有雄后来的悲惨经历 这都是38年来世界的一个缩影 海军就是为这么一个存在而服务的 可想而知 事到如今海军根本没法洗 要说在天龙人的统治下 比海贼横行的时代过得海惨 死的人还多 那倒不如让海贼管大海 或许还更幸福 当然海贼大多数也是坏的 这么对比下来 革命军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 至少革命军的干部 人品都要比海军和海贼靠谱的多 那海军最终会被当作反派消灭吗 也不见得 不要小看伟田老师神之一手 扭转乾坤的本领 因为还有一个伟田的亲儿子 克比 还有那些看起来更温和的海军一派 伟田之所以看似疯狂捧克比 这应该就是为海军扭转风平做准备 罗杰的死换来了大航海时代 白胡子的死换来了新时代 艾斯的死换来了更坚强的陆飞 那卡普的退场 应该是换来了海军的未来 最终海军也许会成为 真正的只为正义服务的组织 继续存在于大海之上 海贼王里那些大佬小时候的样子 海贼王里的一大特色 就是很多大佬都有相当完整的人生经历 和童年状态 首先罗杰海贼团里有两个小可爱 红太郎和巴基次郎 两位也是如今大海上响当当的四皇 巴基和小时候的变化不是很大 红发外在变化比较大 当年的他还没有后来的冷峻和霸气 更多的还孩童时期的可爱单纯 罗杰团还有两个宠物 猫腹蛇和犬蓝 他俩如今虽然是左屋的两位老大 当初被玉田救了的时候 差点和小时候的和松一起 他仨被人当怪物烧死 看起来也是挺可怜的 后来跟随玉田从白团 偷渡到罗杰团的时候 就大了许多了 白胡子还在团 马尔科虽然是传医 但他小时候在画海图 看起来非常好学且全能 小时候的乔兹块头就很大了 经常在街上偷东西解决生存问题 别人还拿他没办法 因为他跑得太快了 这个在后来顶上战争中也有表现 双刀流剑士比斯塔 从小开始练习剑术 练习的也是夕阳刀 不过那会儿还是一刀流 以藏出生在舞蹈世家 家到中落后 只能和弟弟居士成 在大街上跳舞维持生计 忍受过许多冷眼 出生在混乱国度的白胡子 小时候已经是孩子王了 靠着体魄和实力 搅合了许多武器 财宝 甚至还有玩具 唐吉赫的家族 民歌团的人大多童年时期都挺惨的 民歌自己不用多说 这里面大多数人脸上都挂着彩 不是刚揍了别人 就是刚被别人揍了 尤其是乔拉 看着就能联想到 一个从小热爱画画的孩子 逐渐被现实打败 无奈去当海贼的心酸故事 猿王下七五海 小时候的盛平 就已经开始刻苦练习 愚人空手道了 盛平也是愚人街混出来的 经常是遍体鳞伤 鹰眼也是自由练习剑术 那时就已经拥有 鹰幕般锐利的眼神 莫利亚小时候 手里拿着一个僵尸玩偶 并且开心的僵妻肢解 看来莫利亚这个恶趣味 打小就有 女帝小时候 显得有些呆呆的可爱 颜值方面 也从小底子就可以 老莎是这里面 打扮的最板正的 而且小时候的老莎 长相很清秀 说老莎是女儿身 也不是不敢相信 熊小时候 手里的书还不是圣经 而是一本单词本 砍柴的路上 也不忘看书 明哥小时候 就已经展露 放荡不羁的气质了 这一看 大概就刚刚查假回来 小时候的黑胡子 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什么委屈 不过他确实 拥有不用睡觉的神奇体质 超新星 超新星小时候 表现出来的特质 几乎也就他们今后的走向了 阿普音乐家 罗医生 基拉喜欢吃意大利面 德雷克的父亲 是一名远海军 贝基的黑帮爱好 破半仙的塔罗牌 波尼从小就能吃 既得的机械玩具 乌尔基留着河上头 海军本部 陆飞的气质 无疑就继承了爷爷卡普 小时候的卡普 一手拿铁管 一手扛宝箱 骑着一只老虎 他俩头上还各有一个包 战国小时候 好像就有了统帅气质 从小就爆炸头 显得非常老成 然后三大将 黄元从小看起来 就是个乐天派 但他非常好学 是个学霸 后来担任了海军科学部队统帅 赤犬戴着正义的帽子 拿着刀 似乎刚经历过战斗 小时候应该就对海贼 苦大仇深了 清智也非常落魄 小小年纪就背起了行囊 拿着酒到处流浪了 莫利亚海贼团 霍古巴克 也是从小就展现了 医学上的天赋 阿布萨罗姆小时候非常瘦弱 想要变成像狮子一样强壮 结果后来 他就变成了强壮的缝合怪 清朵莉生前是一个舞台明星 看来他很小的时候 就在舞台上表演了 佩罗娜小时候也是非常可爱 那会的库马戏 还是只真正的活的宠物 草帽大传团 这里面最搞笑的 就是巴托罗米奥 他小时候好傻 不过巴托手里 拿着一个中奖的签 原来他从小的运气就爆棚 然后就是熟悉的草帽海贼团 在一张大彩页上 有过草帽团成员 和自己小时候的对比 很特别 里面的他们自然也是非常可爱 不过小时候最可爱的 感觉是罗宾 安静 机灵 懂事 还有点呆呆的 所以海贼王里 对很多人的童年进行补充 堪比强迫症一样的存在 但看习惯了他们长大的模样 这种小补充也挺有意思的 红发的面子有多大 红发出手次数酸不多 多是蜻蜓点水一下下 但仅凭刷他的那张帅脸 就可以摆平大海上 绝大多数的争端 面子过时 名不虚传 顶上战争时 红发赶到战场之前 是中途去阻拦凯多了 根据凯多后来的字数 凯多当时非常郁闷 两人没有达成任何的妥协交易 而是红发的出面 直接将其选退 只能说六 红发忙完那头忙这头 红发到达战场后 神奇的是 各方势力剑拔弩张的情绪 居然瞬间消退了 赤犬一拳被红发挡了后 再也没冲动过 鹰眼见到好兄弟来了 直接收刀下班 野心膨胀的黑胡子 也作罢熄火 战国关停大招 直接宣布停战 也就在这 红发说出了那句最低调 但最霸气的面子语录 战国说红发是你的话 那可以 顶上战争 红发刺二八经的一招没出 却劝退多方势力 还把白胡子和艾斯的遗体带了出来 帮助白团解决了后事 这个面子可是够大的 两年后 升任元帅的赤犬会见吴老星 吴老星说你的面子算个屁 红发会见吴老星 吴老星却说 我们专门通出时间来接待你 世界政府都要给红发个面子 何况海军本部 何之国绿牛 甚至都没有见到那张世界上 最有面子的脸 就被吓退了 RID里面 海军想捡落乌塔 红发一个震慑全场的霸王色 黄元流汗 腾虎收刀 就看谁敢动手 海军只能炒帅收兵 说红发能一招秒人 也没毛病 毕竟懒得出招 面子秒人 意思是红发的绝活 看起来白胡子 当时没给红发面子 其实也给了 红发会见白胡子的时候 刚开始白胡子 被红发带来的西海的酒 非常嫌弃 可是听到红发说 这是我游遍世界 喝过最美味的酒了 我家乡的酒尝尝吧 白胡子看到这一幕 大口喝了起来 转而说 哦还行 虽然双方的事谈崩了 但在面子上 如白胡子这样的人物 终究也是给了红发一些面子 在剧场版里 红发的一个绅士也被透露 据吴老青说 红发是一个显赫家族的后裔 好家伙 原来红发也是个实锤的 根正苗红的富二代 当然了这些都不重要 面子等于实力 因为红发够资格 没给红发面子的人 什么结局 大家也都看到了 山贼王下肚了 近海王垂废了 八鸡被揍了个半死 红发的诅咒就是玄学 面子果实 顶尖霸王色 看到这张脸 就情不自禁的 想给个面子了 明哥最能吹一辈子的事 要说明哥最能吹一辈子的事 不是年少觉醒八王色 不是家大业大的产业 也不是黑白两道通吃的背景 而是一个鸟笼 拦住了今后的四位皇 以及一神一帝一王一将 外加众多 相比之下 不值一提的豪杰 凯多大妈都没这魄力 还有鸟笼并不是一个无解的技能 但一定是自带福气的技能 因为从鸟笼里面走出来的人 今后都成了想当当的人物 首先四位皇分别是 鹿黄 罗黄 锦黄和看黄 看报王明哥在监狱 看到现在的报纸的话 首先得当笑话看 海军现在都不给我看真的报纸了吗 天天编离谱的明哥专用报纸 但当明哥知晓真相后 他得庆幸幸亏自己进来的早 外面的世界太离谱 监狱才是永远的家 鹿黄已经迈入了四皇行列 罗黄虽然没有挂名四皇 但赏金和鹿飞平起平坐 把大妈连人带倒一刀捅穿 锦黄和看黄的仰卧起坐 也不是开玩笑的 锦黄面对凯多斩火破防 凯多反而是怎么捶都捶不死 看黄就更牛批了 一个火前方能压制大和 大和好歹也是能和凯多过几招的人 有冰冻能力 却拿不下看黄的火前方 看黄最后还阴差阳错 帮罗和基德引爆了武器库 直接把大妈抬走 胜负分角 所以很难想象 这四位大咖当时在明哥的鸟笼里 是何等的狼狈 倘若哪天明哥出来了 了解了这几位的士气 吓出一身冷汗还是小事 那必须得当面跟四位皇解释解释 四位兄弟 那天岛上的人实在有点多 你们也知道我好面 哥现在给你们跪下道歉行不 除了这四位大咖 鸟笼里还有一神 也就是得到封神的God乌索普 也多亏了明哥这个跳板 乌神打了一个平步青云的翻身仗 明哥还自掏腰包给乌索普抬身架 真的是人之一尽了 鸟笼里还有一帝 炎帝萨伯 萨伯和三个革命军队长 在圣帝跟双大将开战 丝毫不虚 全身而退还救走了熊 鸟笼里还有一王 炎王锁龙 鬼岛之上破防凯多 击败三哉之首的晋 未来海贼王的副手 鸟笼里还有一将 大将藤虎 虽然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能打 但是当时无关实力 每个人都有不能对明哥动手的理由 能打明哥的只有陆飞和罗 所以其他人只能去推鸟笼 即便有这么多人在推 但也只能延缓鸟笼的收缩速度 这真的是明哥能吹一辈子的事了 明哥表示 看吧 现如今能搅动大海风云的大人物 大多都是在鸟笼里面待过的吧 除了以上这些人 鸟笼里还有烧了红发海贼旗 现在正被红发上门送温暖的巴托勒米奥 草猫大船团的一帮人 还有来参加竞技 抢夺烧烧果实的各路豪杰 可谓高鹏满座 明哥这一往下去 表面上确实捞了不少大鱼 可这鸟笼无异于是自杀式的下下策技能 鸟笼的弱点也很致命 会把岛内所有的高手往自己身边聚集 即使鹿飞无法打败明哥 藤虎萨伯最后一样会出手 让明哥凉凉 简单粗暴的把明哥本人打败 比什么花里胡哨的都管用 鸟笼捏捏菜还挺好用 真想着关注四皇大将什么的就算了 当然像是自然系的元素化和罗的转换 都可以逃脱鸟笼 办法也有很多 但还有一个人 他即便吃满伤害 也可以如履平地的从鸟笼里走出来 没错正是那个男人 如今的四皇 未来还要当海贼王的霸鸡 可谓是明哥的Joker之名 以荡然无存 真Joker还得是霸鸡大神 草帽海贼团的副船长 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 小蜜蒂巴托见到索龙 就管索龙叫副船长 还把索龙给叫懵逼了 在之前1031话的非夜中 官方也算直接明示了这一点吧 雷利和贝克曼 这俩是挂了名的副船长 而草帽团毫无悬念的 索龙出现在了这张非夜上 草帽团里不缺具备 当副船长资格的人 而且一些人在管理经验上 比索龙更多 但可以先对比一下 为什么索龙依然是最优选 三智有足够的竞争力 上船之前 他是海上餐厅副厨师长 两年前在小花园 阿拉巴斯坦 通道 司法岛等 就已经展示了志勇双权的能力 他明白的事情并不比索龙少 在梅利浩事件上 也是保持理智 在陆飞说气话时 三智及时将陆飞提醒 在被团灭的边缘 也是毅然决然站在了索龙身前 并屡次充当骑兵 不过相比于当副船长 三智更适合做他的温柔骑士和二夫 三智的骑士道精神 和柔情性格使然 这一点放在个人身上 那绝对是个人魅力 但在领导团队层面上 说白了 副船长更多的是要有 站在陆飞甚至团队的角度 去共同面对问题的狼灭气质 纳美他虽然是草帽团的大姐头 活地图 也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 但在一些大问题上 比如乌索普离开 和三智结婚 纳美也是懵逼的 需要仰仗陆飞去处理 他更适合管理生活 和经营日常 也就是类似闲内住的定位 乌索普 除了没利好那件事 他从不吝啬表达对陆飞的忠实感情 看得出来 乌索普很在乎陆飞 而且多次绝境中 帮陆飞和伙伴翻盘 他现在有资格当副船长 但有一说一 要说实打实的领导力 乌索普 还是适合当人人解养的神更好 其他的 草帽团除了索隆和盛平 都多少有一些共同点 就是容易被感情绑架 当然不是说当副船长 就得六亲不认 而是在草帽团这样一个性情团队里 一定需要一个 特别理性看事情的人 那就看索隆行不行 罗宾离开时 索隆冷静分析原因 乌索普离开时 索隆冷静维护人心 三智离开时 索隆冷静思考局势 除了找不到自己的房间 和被芥末呛到了 会让他不冷静外 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伙伴暂时的出事 并不会打乱他的思绪 毕竟副船长很重要的职责 就是当队友甚至船长沦陷时 自己能顶上去肩负起重任 在威士忌山峰时 当草帽团其他人 都沉迷于暗流涌动的宴会时 看似喝醉的索隆 并没有被酒精所麻醉 一个人站出来 解决了100个赏金猎人 破除了危机 在阿拉巴斯坦之后 罗宾上船 当初巧妙的讨好了陆飞他们 只有索隆一直隐隐感觉 这个女人肯定有事 把对罗宾的警惕 保留到了司法导片 在乌索普问题上 索隆坚持乌索普不道歉 就不能让他回归 话说副船长这个职位 并不是什么光鲜的活 尤其是在草帽团当副船长 这个大冤种职位 甚至比船长操的心还多 有时候为了原则性问题 要替陆飞说一些难听的话 替陆飞干一些得罪人的事 毕竟陆飞上一秒生气 下一秒就可以原谅了随性性格 需要有个人和他性格互补 索隆横刀立马 坚守原则 但索隆霸道之余 又不想功高盖主 懂得维护船长至上的威严 副船长的觉悟 也是很明显了 恐怖三维翻船 硬刚欺乌海熊 即使没办法解决这个bug 索隆也决绝的说出 用自己的命 换陆飞活下去这种话 得到了熊的好评 硬扛伤害 最后淡淡的一句 什么也没发生过 两年后 索隆依旧是陆飞身边 最得力的打手 关于索隆的担当 学心 信念 也不需要说太多 从头到尾 索隆依旧是那个索隆 至于其他伙伴 并不是说他们不如索隆优秀 甚至有些人比索隆会的还多 只是他们更适合 胜任自己擅长的职位 就比如充当大冤总 去说一些破坏气氛的话 也就索隆去敢说 当罗宾回归时 大家感慨万千 索隆却出来煞风景 表示这些无聊的话 等逃出去再说也不迟 然后被一顿惩戒 三智被威胁去了蛋糕岛 所有人都在担心三智 索隆又出来泼冷水 被吐槽无情无义 索隆真的不在乎伙伴吗 显然不可能 索隆只是想让大家冷静下来 这一点上 能和索隆竞争的还有圣平 佩德罗自爆后 布鲁克 纳美 乔巴 加洛特 全部都在灰心沮丧 布鲁克觉得圣平和他们 共处的感情不多 不在乎佩德罗的死活 圣平说了一番话 意思是佩德罗的牺牲是为了大家 这可是四皇的地盘 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如果在这颓废的哭泣 是对伙伴牺牲最大的侮辱 最后圣平鼓舞了大家 让大家有了动力 和索隆比 圣平在外面连船长都当过 只是加入草帽团的时间点很晚 情怀上自然比不上 糟糠之期索隆 而且圣平现在还在适应当中 虽然有变成沙雕的趋势 但对大伙还不是特别熟悉 被陆飞锁龙 莽夫劝驾路痴找人的操作 给整猫逼了 尽管锁龙圣平他俩的气场和性格 有一些重合 但如果就选一个 想必锁龙还是更适合的那一个 所以综合来看 草帽团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能力 但要说谁能胜任这个副船长 其实只有一个最合适的 那就是锁龙 最后关于明不明确副船长这个事 也不是很重要吧 草帽团平时相处起来 就是家庭或者伙伴的关系 陆飞即便是船长 也都是人人可以欺负的 他们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 这样的草帽幼儿园 岂不是也挺好 草帽一伙之间的差别对待 在战斗中生死关头 他们都可以毫不犹豫的 豁出性命保护彼此 创造了无数经典名场面 而在生活中 又化身草帽幼儿园 有仇的报仇 有冤的报冤 可是谁都不惯着谁 三智的差别对待 首先是称呼上 还有一类叫其他人 一般情况下 不配拥有姓名 通过小一万的问话 可以得知其中几个人 在三智心中的地位 然后是食物上 平时三智给船上的女生 用的都是最新鲜的食材 精心烹制而成 给其他人吃的 通常也是没有差别的精致料理 但三智坦言 有时候那些快要坏掉的食材 就给陆飞乌索普吃 毕竟他俩反正又不会生病 在态度上也截然不同 纳美和罗宾的差别对待 乔巴有着和纳美罗宾 无隔阂接触的权利 乔巴可以和他俩一起洗澡 虽然乔巴吃了人人果实 但本质上还是有物种上的区别 有这个特权 但乔巴更喜欢参加男生们的 浴室大作战活动 其中纳美对待罗宾和其他船员也不一样 纳美不会对罗宾动粗 最多只是吐槽 而其他人全部都挨过纳美的拳头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罗宾上船之初就交了保护费的 用一袋宝石收买了纳美 让纳美心服口服 罗宾呢 他在其他伙伴面前的表现 虽然是腹黑了一些 但总归是温柔恬静的姐姐 可罗宾在弗兰奇面前可不是这样的 他就喜欢欺负和吐槽弗兰奇 在弗兰奇上船的时候 对弗兰奇施展了手艺 在恐怖三维翻船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把弗兰奇当垫脚石 踩弗兰奇的头把他给蹬下去了 在弗兰奇合体巨型大皇帝 以及托尼托尼弗兰巴的时候 罗宾也是丝毫不给弗兰奇面子 虽然表达了极度的嫌弃 但更像是打情骂俏 索龙的差别对待 平时索龙把绝大部分的耐心和温柔 都给了乔八 比如一边锻炼一边给乔八扇风 乔八走不动时 索龙拉着他 过河时让乔八坐在自己头上 洗澡时帮乔八洗背 遭受惊吓时 只要索龙在 乔八肯定会第一时间躲在索龙那里 等等等等 对比之下 经常不老实而闯获的陆飞 气得索龙 曾经多次想要原地完结海贼王 开启剑豪王 面对日常和自己对卷的三智 索龙也是一点就着 但也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罢了 接下来乔八的差别看待 平时乔八和谁玩的都很好 主要是非常时期 在草帽团里 陆飞 山智 纳美 虽是乔八结识最早的三个人 但是呢 陆飞 山智把乔八当储备粮 纳美偶尔会误伤他 乌索普把他当过鱼尔 对乔八来说 还是索龙最好了 因为不会吃他 山智说乔八是储备粮 也是吓唬他 但陆飞是真敢吃 所以在乔八这里 男神索龙好于母老虎纳美 纳美好于大坏蛋乌索普 乌索普好于刽子手山智 山智好于恶魔陆飞 船员们和船长之间的私人恩怨 陆飞作为草帽团的灵魂 虽然陆飞经常闯祸 但关键时刻 大家还是很服从陆飞的 索龙坚决维护船长威信 表面上非常和谐的关系 可是当陆飞的影子 被装进大奥兹的身体里 奥兹的脚插在地下拔不出来时 索龙想起了自己经常被某人误伤 山智想起了自己准备的食物 经常被某人偷吃 乌索普想起了自己的鼻子 曾经被某人祸害过多次 乔八想起了战战兢兢 随时会被某人生吃的日子 弗兰奇想起了自己被某人用内裤威胁 罗宾帮不在场的好闺蜜纳美 想起了船上的钱 都是某人的伙食费 所以索龙带头 率领群情激愤的大家 上去对奥兹就是一顿暴揍 打完还立刻就跑了 这操作多少是带点私人恩怨 毕竟能这么痛快的殴打船长 还不得罪他本人的机会可不多 如何评价佛之战国的海军生涯 如果在海军中选出称职合格的海军 战国不是唯一 但一定是其中之一 他态度强硬但一直忠诚 也有情感 也不乏对自身观念的变革 和对正义的探索 大将时期的战国 挂的是军临于世的正义 听名字很霸气 作为海军中 目前已经实锤有霸王色的存在 早期的战国 也是有远大报复和理想的海军 军临于世 不仅是自己不愿只当一个普通海军 同时也认定自己就是正义的 后来战国当上了元帅 正义的牌匾改成了绝对的正义 战国绝对的正义和赤犬彻底的正义 虽然都听起来极端 但有本质的区别 赤犬的彻底代表着斩草除根 甚至包括无辜生命 比世界政府做的还绝 而战国是站在海军和世界政府的立场上 他一直相信和忠于世界政府 更多的是 战国自己是真心想要正义的 也觉得世界政府提拔他 那政府肯定也是正义的 至少顶上战争前他是这么想的 就像奥哈拉事件时 萨乌罗质疑海军的做法 战国直接训斥 你在怀疑世界政府吗 其实战国乃至整个海军 一直都是世界政府的工具而已 当时不仅萨乌罗中将想不通 当大将的战国都不是很清楚 这些学者 为什么能让上面如此动怒和恐惧 但既然威胁到世界政府了 战国对命令还是没有丝毫怀疑 从上帝视角来看 战国就是太过于相信世界政府了 有人说战国这是愚衷 但战国身为海军 身为海军高级将领 同领海军 他必须以身作则 军人的忠诚里永远没有愚衷 因为忠诚和服从命令 就是军人的首要责任 这一点在海军立场上 战国是没错的 赤犬都不能算合格 因为他擅自炮轰避难船 影响恶劣没得洗 赤犬的那种忠诚是没有底线的 但战国有 这个到他生涯后期会越来越明显 再说奥哈拉事件 战国虽是涂抹令的授权者 但给他下达命令的是吴老星 自始至终 战国都是执行命令 而战国甚至世界政府 并没有想将奥哈拉的人赶尽杀绝 这个从赤犬擅自炸成避难船 一众海军军官 甚至是CP的斯潘达因 都瞠目结舌的反应就能看出来 抓的抓 烧的烧 毁的毁 杀无辜多此一举 上有吴老星 下有赤犬 的态度非常强硬 但海军抓海贼这个 也是天经地义 就像深海大监狱的汉尼拔所说 为了人们能安心生活 我也要把你们这些凶恶的罪犯 关在这地狱的大要塞里 如果这里被打破 世界就会陷入恐怖的深渊 汉尼拔的话一针见血 虽然海贼里有像陆飞这种 非主流海贼团 但海贼终究是海贼 大航海时代只会让更多的人成为海贼 这里面绝大多数 都是烧杀抢掠 祸害百姓的存在 既然汉尼拔值得被尊重 战国的做法和立场 我们也无法指责 其实战国也有无奈 在顶上战争后 战国得知推进城 逃出了很多实力强大的囚犯 他首先想到的是 这些囚犯流入某个国家 会对那里的人 乃至世界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让开会王立刻统计人数 和发布悬赏令 但得知世界政府 还要封锁消息的操作 战国对此极度震惊和不满 从这里 战国对世界政府 所谓的正义的理解 开始转变 后来战国推荐清智当元帅 战国是鹰派 清智是哥派 本身看似对立 但在战国看来 未来的海军 一定是更多的 需要清智这种人 而不是同属鹰派的赤犬 所以战国本身 有着坚定的立场 但在大师大飞面前 又能放下立场 同时也看得出来 20年前赤犬那一炮 其实一直让战国耿耿于怀 这是战国的底线 也是格局 也是拎得清 两年后 战国挂了一个大都查的贤职 但颇有无关一身轻的自在感 花里胡哨的装扮 和伸手就来的零食 和大将元帅时期 判若两人 他调侃赤犬 元帅不好当吧 其实也是自嘲 自己当年的种种无奈 在和罗聊天的时候 战国嘴上说 如果自己还是现役 一定会抓罗 但战国更多的是 能拎得清善与恶 何为爱与自由 也可以理解 罗是克拉松的一种寄托 所以他没有抓罗 当年和民歌分开的克拉松 是战国收养的 许多年之后 战国得知克拉松遇难时 一向强硬的战国 也难忍悲痛 在绝对的正义中 一直以来 战国既有立场 也有情感 对于腾虎怒怼赤犬 放走路飞的做法 战国表现的还很满意 战国一辈子都在 为海军 为世界政府办事 等于为天龙人办事 但卡普罗杰 在神之谷 打败袭击天龙人的 洛克斯海贼团 亲自腾虎 先后担任 需要为天龙人服务的 大将一职 虽然世界政府和天龙人 并非正义 但时代终会更迭 旧的格局 会被新的势力所打破 而无关立场 富有正义感 各有底线的人 一定不会被否定 正义虽然没有唯一答案 但它至少有 大众所认可的界限 海军阵营中 正义的海军还有 但要说真正符合 铁血军人的海军 不是赤犬 而是战国 罗宾有哪些才艺 罗宾多年混迹于黑道 再加上花花果实能力 让他有了一个 独特的暗黑系才艺 暗杀术 行踪鬼魅的罗宾 当时悄咪咪的 出现在梅利号上 甚至跟纳美搭了两句话 众人才反应过来 后来 陆飞打败老沙后 把罗宾扛了出去 但罗宾又神不知 鬼不觉的溜上了船 这种技巧 加上非常方便的果实能力 罗宾在暗杀一些人的时候 称得上易如反掌 罗宾也会画画 但和无所谱的涂鸦上色 纳美的绘制海图 以及陆飞的报效简笔画不一样 罗宾擅长速写和素描 闲聊之余 就可以画出库拉肯和幽灵船 并且在匪夜中 开办过自己的画展 罗宾独特的画风中 带有一种诡异的艺术感 和他卡哇伊的审美倒是很搭 罗宾表面上虽然安静温和 但这不妨碍他 有着出色的表演才能 和舞蹈功底 除了恶趣味的合体 他在自我表现的场合 都不怯场 甚至罗宾还会弹 类似古筝的乐器 当然这些也是罗宾一方面 作为特工的职业素养 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说到让人放松警惕这一点 罗宾还依托着很高的双伤 很早就出来混社会的罗宾 可以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 在阿拉巴斯坦之后 上船那会儿 就可以轻松拿捏草帽一伙 让他们在愉快的氛围中 接纳了自己 对于索隆这种难啃的硬骨头 罗宾反而欲擒故纵 稍后再拿捏 罗宾还是个棋牌高手 打扑克牌69连胜 弗兰奇怀疑罗宾用能力作弊了 但是罗宾跟高利带钱尼下棋 也是快速解决战斗 把输进去的没力给赢回来了 就算扑克牌用花花果实能作弊 但下棋嘛 最多是偷偷挪人家的棋子 就没那么容易操作了 所以罗宾这方面的计算 逻辑能力的确很强 而且罗宾如果肯把能力用在赌博上 那肯定也是个赌博高手 而花花果实 不仅能让罗宾有高超的赌博才艺 长出器官轻松自看情报 但是包括不限于长出手脚 眼睛鼻子耳朵嘴 而是身体任何部位 爱看书的罗宾还有超强的学习能力 短时间处理大量信息和知识 可以很快的把一本厚厚的游戏规则 看明白记牢 并利用规则取胜 这对从小就精通文本工作的罗宾来说 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 再加上本身就是考古学家 罗宾把实践和文本相结合 可以很快的把一件扑朔迷离的事情 分析的头头是道 也正因为罗宾是解读历史证文的关键人物 所以会受到大佬们的青睐 毕竟这种技能是非常稀有高端的存在 罗宾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行业标杆 工作之外也绝对称得上多才多艺 所以跟乌索普一样的 罗宾也属于一多不压身 啥都会一点 就一点点 布鲁克的几个无敌属性 黄泉果实的布鲁克 50年前因为灵魂迷路 没能及时找到自己的尸体 找到时也是一堆白骨 一直以来只有一副骨架 和一个虚无缥缈的灵魂 也因为布鲁克等于卡了个bug 所以很多时候 在其他人都受不了的恶劣环境 或者攻击下 对布鲁克却几乎没有影响 第一免疫寒冷 因为布鲁克没有肉体 也没有体温 所以当动得牙齿上下打架的路飞他们 为了预寒 而当起了真正的海贼 去抢人家衣服的时候 布鲁克就很淡定的在后面看戏 但让乌索普迷惑的是 为什么不怕寒冷的布鲁克 也抢了一件免疫 布鲁克直言气愤嘛 只想和大家有一样的寒冷感 因而布鲁克并不会因为过分寒冷而被冻死 第二布鲁克不吃东西 不喝水也不会死 就比如他的灵魂在海上迷路了一年才找回尸海 正如他所说 他活着的根本是他的灵魂 有趣的是布鲁克依旧有正常人的思维 而且经常忘记自己其实是个没血没肉的骨头 但依旧保持生前的习惯 应该吃饭应该喝水 喜欢喝红茶喝牛奶保养骨头等正常的生理反应 并且有时候还很胆小 其实很多东西对布鲁克丝毫造不成伤害 这也有了布鲁克经常跟胆小组一起烘托气氛 但实际上他自己根本就不需要怕的迷惑之处 第三免疫雷电 布鲁克可以有效限制大妈造出来的霍米兹 而又对雷击免疫的布鲁克自然丝毫不怕宙斯 所以被宙斯击中完全没事 那布鲁克即便在爱尼路面前 爱尼路也拿着一团虚无缥缈的灵魂毫无办法 第四免疫一部分毒 比如毒气和病毒之类的 他和路飞那种经历过某些痛苦经历后 才获得一定的抗毒性不一样 没有血肉之躯的布鲁克 一些毒气本来就对布鲁克没有什么实质性伤害 在核之国 布鲁克和马尔科一样 是可以免疫奎因的冰鬼病毒的存在 马尔科有再生炎 而布鲁克是直接无视 不过麦哲伦那种具有强烈腐蚀性的毒 恐怕还是能伤到布鲁克的骨头 但只要没有腐蚀性 布鲁克在毒面前 基本上就能保持毫发无伤了 这里或许会有一个疑问 布鲁克不也有被毒气放倒的时候 完全是装的 然后自己睡着了 毕竟一副骨架躺在那里 可以完美被无视 并避开被抓捕 第五免疫一定程度的刀剑斩击和骨折打击 对布鲁克来说 就算砍掉他的头颅 他都可以用灵魂再把骨头给组装起来 所以就会看到 头都掉了的布鲁克依然淡定 理论上 他200多块骨头全散架了 都可以再接起来 除非是给他的骨头本身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 粉碎或者灰飞烟灭那种 不过布鲁克除了自己能组装骨头 喝牛奶也能修复骨头 所以想给布鲁克的骨头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仅凭利器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第六海水对他的影响比较小 并不是说布鲁克游离于设定之外 一是他可以在水面上飞奔 身清如燕 甚至还能背着加洛特 所以就会看到 布鲁克经常往海里跳 因为他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沉下去 二是即便沉下去了 海水的本质是让能力者无力 并不是直接让能力者血槽清零 对布鲁克这种不需要呼吸的骨头来说 也不会被淹死 最多是躺在海里 等待草帽团捞尸大队来救援 第七 免疫任何吸水吸血能力 布鲁克曾经说过 自己是一副完全干枯的骨头 这也让淹岛上 能把水分吸干的乌贼枪 对他毫无办法 这样的话 老沙的吸水能力 对布鲁克也无效 斯木吉的炸炸果实 自然也不能从布鲁克身上 炸取水分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布鲁克真的就是无敌的 而且对他无效的攻击方式 还有很多 这也就是布鲁克 自身特别神奇的地方 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撞脸 赤犬 青智 黄元 他三个人 每个人都有非常多的话题 赤犬身上主要还是争议比较多 青智 就是相对温和的正义感 这俩人的话题性 还是比较严肃的 但是一旦到了黄元这里 天差地别 就老黄这气质 他就算不说话 就已经满满的喜感了 聊黄元 肯定是越聊越不正经 他这个人搞笑的点 除了经常在陆飞面前 展露少主快跑的操作外 还有就是 他这个形象 要是把黄元 和蜡比小新的园长 和PPP大叔 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 就觉得他三人是亲兄弟一样 泛黄的眼镜 微卷的头发 黄色的衣服 性感稀松的小胡子 蓝散飘逸的姿态 主要是都长了一张革命军的脸 从五官到穿着到气质 简直就是相见恨晚的感觉 也就是为啥黄元身上 就没点正儿八经的话题 黄元的原型是个优秀的演员 当然他在海军本部也是 会跳PPP 兼职员长 所以人家的本职工作 本来就不是正经抓海贼嘛 陆飞的撞脸就比较尴尬了 韦田曾经画过 两版草帽一伙变老的样子 一版是当上海贼王后 一版是没当上海贼王 然后没当成海贼王的 40岁版本的陆飞 奇迹般的撞脸香波蒂假陆飞 不知道是不是韦田 又在故意恶趣味了 陆飞终究活成了 当初自己讨厌的样子 这种大佬级别的撞脸并不少 阿拉巴斯坦一个老杀的手下 撞脸大名鼎鼎的山贼王 俗话说20岁等来个海贼王 百余年求不得山贼王 虽然外形比较相似 但是四皇猎人的王者气质 怎么能随随便便能模仿得了 七个大哥是差点开启 山贼王的传奇人物 然而这个撞脸人只活了十秒 历史地位完全不能比 既然山贼王都撞脸了 那海贼王要不要来一下 还真有 顶上战争期间 香波蒂群岛 一名观众撞脸海贼王罗杰 身穿罗杰同款衣服 鼻子下面有一座 不知道是胡子还是鼻毛的毛发 只不过罗杰的是往上翘的 他是向下的 精神面貌上看 算是睡眼惺忠版的罗杰 当年罗杰说自己不会死 原来不只是在说 自己的意志和草帽精神 其他的还有山贼狄巴鲁 达斯奇古依娜 达斯奇古依娜这个 当初把索隆都吓到了 但是严重怀疑 韦田偷偷改了剧本 还有薅腾虎头发的那个狼面 和山贼他爸家质 女儿倒还有一个 和女帝长相很相似的妹子 对于能把雷九 认成山贼的陆飞来说 如果当初不告诉他真相 他可能会一直觉得 山贼两年修炼期间 偷偷学了影分身 跟谁都能攀点关系的巴基 巴基因为曾经当过罗杰的传员 有这么一段渊源 所以虽然巴基每次登场 都自带搞笑属性 但名声却可以做到 大佬皆知的境界 在红发会见白胡子的时候 白胡子提到了罗杰 卡普 战国 以及曾经和红发PK的鹰眼 没想到白胡子居然还记得 那个红鼻子小鬼巴基 二三十年了 还能和其他这些大佬 停留在白胡子的记忆里 巴基真是想低调都不行了 并且巴基跟新旧时代的一些人 都有联系 除了被白胡子牢记 以前跟红发是搭档 后来巴基在伟大航路 还遇到过艾斯 再后来还和陆飞一起 并肩作战过 好家伙 对巴基来说 这都没外人啊 跟谁都能攀点关系 当时陆飞虽然知道红发巴基认识 但还并不清楚 红发巴基 以前是在罗杰的船上 直到雷厉感慨万千 追忆往昔 陆飞恍然之余 曾经和巴基见过面的纳美和索隆 更是勉为其难的接受了 那个该溜子 居然是罗杰船员的事实 而以心寻宝的巴基 并不愿意透露 自己以前是罗杰船上的人 尤其是不愿意被海军盯上 但是顶上战争期间 海军除了通报艾斯是罗杰的儿子 陆飞是龙的儿子外 还通报了巴基曾经是罗杰船员 以及和红发称兄道弟的事情 巴基内心慌的一批 但他身边不明真相的吃瓜小弟 那是顶礼膜拜啊 而后来巴基也无意间 证明了自己的资历 被四皇白胡子认了出来 和四皇红发勾肩搭背 巴基先后对两人出言不逊 有意思的是 陆飞每次遇到新的大佬 一旦有人认出了他的草帽 陆飞都会很激动的问 你也认识香克斯吗 那提到香克斯就八成会提到巴基 这在猫腹蛇犬栏那里 又攀上关系了 巴基的名字又又又出现了 除了红发巴基 当然他们也认识雷利 然后就一层关系一层关系的旅 这帮人直接开启了认亲大会 弗兰奇提到了师父汤姆 罗杰他们的船正是汤姆造的 弗兰奇小时候 也见过罗杰和玉田这些人 布鲁克提到了船医库洛卡斯 因为拉布在他那里 所以世界很大 世界也很小 攀着攀着都是熟人 说回巴基传奇的前半生 要说雷利是见证两代人成王的传奇人物 那巴基多年之后 可以骄傲的说 他曾经跟两代海贼王并肩作战过 而这也堪称是一项传奇光辉的事迹吧 罗宾加入草帽团后的心路历程 阿拉巴斯坦事件结束后 路飞他们准备继续航行 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曾经是老杀手下的罗宾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溜上了船 而且还一如既往的优雅神秘 这让其他人很懵逼很忌惮 理智的索隆是最警惕的 不过罗宾倒是挺轻松 把这里当成了晒太阳的好地方 但是不得不说 罗宾真是太聪明了 他知道自己来的莫名其妙 为了让路飞他们放松警惕 先是用果实能力逗乔巴和路飞玩 让他们开开心心的 自然不会在意其他事情了 也增加了好感度 然后一开始严令禁止罗宾上船的纳美 被罗宾用宝石收买 瞬间来了个纳美真相定律 改口叫罗宾姐姐了 原本和索隆一对的乌索普呢 看到路飞和罗宾配合模仿乔巴 也绷不住了 干脆直接叛变 三智不用说了 早就沦陷了 罗宾知道索隆是最警惕的 就简单给了一个微笑 从长计议 一波操作后 一传的人在罗宾面前全部破防了 真的是666 虽然罗宾跟着一起出发了 但其实最开始的一段时间 草帽一伙对罗宾还是有戒备的 罗宾因为自己的身世和精力也是如此 起初罗宾的目的力 是有想方设法的让自己活着 但更多的是 罗宾天生的温柔善良 比如怕索隆感冒 想过来给索隆披上衣服 喊大家一起过来看流星 他也真的是想把大家当成伙伴来看待 渴望有个归宿 可是内心总有那么一点隔阂 距离神秘 是一开始罗宾和伙伴们无法逾越的沟壑 或者说是他们之间少了一层羁绊 在这段时间里 罗宾称呼陆飞他们 还是以职业为主 比如厨师先生 航海士小姐 厨师先生 当然说乔八是优秀船一的时候 会直接把乔八夸到飘 但是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和经历了一些事情后 大家的内心都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八岁就被悬赏7900万的 奥哈拉唯一幸存者 失去母亲 失去同胞 失去故乡 之后20年 世界之大 无一处容身之地 被追捕 被嫌弃的罗宾 靠着迫不得已的方式 艰难的活着 但身边有了这些伙伴们后 罗宾感受到了奢侈的温暖和安逸 所以当他再次被世界政府盯上后 罗宾萌生了一个愿望 牺牲自己 屈服于世界政府 保伙伴们安全 罗宾自己甚至也觉得 自己就是政府嘴里的 那个奥哈拉的恶魔 所以他不想拖累大家 这时候他们早已是真正的伙伴了 当陆飞他们知道了 罗宾的这个愿望后 一个个打了鸡血一样 罗宾不曾想到 伙伴们居然突破层层阻隔 来到了他的面前 在这里 罗宾终于将内心 对伙伴们的情感和不舍 喊了出来 之后 陆飞他们和CP9和世界政府为敌 艰难取胜 从强权的手中夺回罗宾 罗宾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找到了甘愿守护自己 而自己也甘愿为其付出的一群人 往后 罗宾少了几分神秘 多了一些开朗 少了几分泪脸 又多了一些腹黑 开心笑的时候比以前更多了 在日常生活中 贴心的给陆飞喂饭 让弗兰奇和乔巴躺在自己的腿上 而且变得更可爱了 总之 让罗宾将成为真正的伙伴 这是一段很艰辛的过程 也是一段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 又一个想单刷卡普战国的猛男巴雷特 狂热行动里的大boss巴雷特 一能打 二扛揍 三勇敢 当然这个勇敢 主要是指他赶来剧场版 跟陆飞对锤 所以为了体现巴雷特的强大 毫不吝啬的给巴雷特身上 加了各种标签 比如做过海贼王罗杰的船员 连黑胡子都不敢收的推进成六层囚犯 年纪轻轻 就能和雷利打个五五开 除了这些 巴雷特开局就是一打十几个海贼团的名场面 在新世界掀起风浪的超新星们 在他面前 秒变一堆超级兵 复制了当年黄源在香坡地岛上 收拾超新星的操作 只不过老黄是一脚一个小朋友 巴雷特是一拳一个小朋友 巴雷特强是强 就是强的有点走火入魔 甚至为了成为世界最强 敢向全世界宣战 巴雷特出生在一个战争无休止的国家 刚出生就被遗弃 后被敌国军队收养 年少时的巴雷特 只是想一心一意立下战功 当个好军官 但是因为队友的背叛 他树立了一个只信自己 唯独自己是最强大的 才能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信念 一场战争中 因为饥饿 命悬一线时 吃下合体果实 成为国家英雄的巴雷特 因为太优秀 太强大 又遭到队长陷害 愤怒的巴雷特 毁灭了这个国家和军队 遭到海军通缉 被迫出海 15岁时 巴雷特遇到罗杰 发起挑战 结果被虐 但被罗杰收留 18岁的时候 得知罗杰得病了 一是巴雷特 觉得自己又行了 二是怕再没有机会 向罗杰发起挑战 结果又被虐 罗杰还答应他 会等他再一次来挑战 虽然巴雷特 灰头土脸的下船了 但超越罗杰 成了他毕生目标 19岁的精神小伙巴雷特 在海上游荡时 和老沙短暂交手 未分胜负 后来罗杰到达拉夫德鲁 有一个船员 偷偷制作了 指向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 但罗杰把指针 扔进了大海 被海王类吞掉 同一年 罗杰被处刑 巴雷特就彻底疯了 说好的 等我再来挑战 你个大骗子 真坏坏 巴雷特从此就成了 一个失去目标的孤独强者 于是 在大海上疯狂搞事情 报复社会 22岁就一个人 在外面捉到被海军 对其发动图抹令 巴雷特英年早徒 被挤火 直接引来了 当时卡普战国率军围剿 当时卡战二人组 已经收拾过金狮子了 巴雷特还妄想 单刷本部最强战力 没想到根本没有机会 最终获得一张推进城房卡 蹲了20年耗子 巴雷特里面也没闲着 非常自律的锻炼自己 20年 老巴的实力不仅没有退步 反而更强了 出来后的巴雷特 彻底走火入魔 本来能去拉夫德鲁的巴雷特 其野心 已经不只是 手里的永久指针那么简单了 而是要全面超越海贼王罗杰 巴雷特 不光是要成为海贼王 还要干掉四皇大将以及所有能打的 巴雷特用绝对实力证明了 反派不仅死于化多 还死于逼事太多 巴雷特和体质最强形态 单被陆飞 女帝 罗 老沙 萨伯 斯摩格 路奇 巴基 急火破防 抬甲状态的巴雷特 唤醒了乌索普的蛇烟花种子 外壳被剿断 最后魔鬼形态的巴雷特 被陆飞彻底击败 剑士的克星 四分五裂果实 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果实能力 使用者就算是挨了世界第一大剑豪的几刀斩机 也会毫发无伤 使其懵逼 他的存在就是恶心这些玩刀的人 这个就是巴雷的四分五裂果实 他不仅能让自己裂开 也能让弥某人裂开 巴雷可以被动 也可以主动分裂 也就是不管巴雷有没有剑文色 敌人刀剑上有没有武装色霸器 所有的斩机对其都是无效的 除非是用含有海楼石材质的刀剑 所以这个能力 只要不被靠上海楼石 能力者可以在推进城的牢笼和明歌的鸟笼里出入自如 但是顿器对他依然是有效果的 也就是凯多的一棍雷鸣八卦 巴雷要是没有能预见未来 那种级别的剑文色 照样能跟拍黄瓜一样 被凯多拍地上 那在剑势面前 四分五裂果实能力者 这不就怎么砍都砍不死了 砍不死是真的 但是可以让他无法复原 根据四分五裂果实的设定 巴雷的分裂也是有极限的 巴雷是可以分裂成碎片 但是如果分的更细小 就没办法控制了 如果这样的话 巴雷这辈子就彻底成了字面意思上的人渣了 比如把巴雷扔进绞肉机里 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复原了 除此之外 四分五裂果实还有一个奇葩的技能 就是浮空 浮空本身不奇怪 因为像明歌也可以用果实能力上天 明歌是用线拴着云飞 如果万里无云空旷无云 没有借力物体 那就只能下来没病走两步了 巴雷身为分裂人 只要一分裂就可以浮空 奇怪的点在于 他双脚必须得着地 而且有效控制范围是 以双脚为中心 半径200米的范围内 超出范围就不受控制了 就是开局巴雷被陆飞打飞后 他的屁股和腿只能留在原地 最后还差点被他手下给埋了 前面说了 他的双脚必须得着地才能飞 可是在推进城 陆飞抱着巴雷的脚 巴雷还能飞 这是卡巴格了还是开挂了 照这个无限飞行的飞法 巴雷自己抱着脚 驮着锁龙 俩人三天就能到拉夫德鲁了 遇到草帽团就破功的罗 罗红心海贼团船长 死亡外科医生 帝之一族 元王下七五海 极恶世代超新星之一 他这不光是头衔多 身上的纹身也多 不光是纹身多 粉丝也多 曾经在人气投票中 力压锁龙排名第二 锁龙掉线重新连接后 罗也能高居第四 人气这一块拿捏的是没毛病 罗小时候的悲惨经历 相比于明哥有过之无不及 因为破千病事件 罗的父母妹妹同学老师全部都没了 直接就成了孤儿 从此一个三好学生 就有了报复社会的冲动 于是申请加入唐吉赫德家族 哎正好海贼慈善家明哥 一直都有收养孤儿 培养成干部的爱好 明哥收容战 前前后后收了百来个 不过克拉松本就知道明哥不是啥好人 来一个碾一个 最后这帮小孩 演的就剩巴法罗 babyfire舞和罗了 在明哥这里 罗跟着迪阿曼蒂 拉奥基 古拉迪乌斯 学习各种格斗技巧 给罗的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来全都用来对付明哥了 明哥属实气懵了 我靠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过真价实的joker无疑了 帽子作为罗的本命 在腾虎明哥面前 闪人不忘先闪帽 没有攻击 但侮辱性极强 罗之所以没有成为第二个明哥 最重要的是身边有个克拉松 克拉松带罗去治病 给他吃手术果实 牺牲自己照亮罗的前程 罗虽然一直都是那个爱搭不理的性格 但内心的善良和正义最终得以保留 所以罗这些年都在找机会 扳倒明哥为克拉松报仇 十几岁的时候 他结识了企鹅虎精和贝波 成立了红心海贼团 两年前以出众的实力 成了悬伤两翼的超新星 大事件前后的这些遭遇 不仅是他事业的转折点 也是罗自身的转折点 因为他认识了陆飞 在顶上战争后 罗用一百颗海贼的心脏 换来了七五海 有了这个身份 也不能说是胡作非为 但也可以肆无忌惮 抓住凯撒 扳倒明哥 挑动凯多 罗的这一串计划 步步为营 野心不小 最重要的是 顶上战争收尾阶段 在蒙奇帝黄源的掩护下 罗救了陆飞一命 两年后 在庞克哈萨德 陆飞罗相遇 罗是无所谓 陆飞那可是无比激动 在罗的提议下 两人就结成了同盟 然后罗本人的转折点就来了 从小就从悲惨 和恐惧中度过的罗 遇到了陆飞这帮沙雕海贼团 罗哪见过这场面 罗在打打闹闹中 显得格外手足无措 就仿佛是一匹 桀骜不驯的孤狼 误入了一群二哈的窝 罗内心的想法就是这样 不发火吧 我这不羁的气质就破功了 发火吧 你别说这帮人还真挺有意思 陆飞和罗扳倒明哥之后 但凡跟草帽海贼团 沾边的这些人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 全是这种性格 罗当然不会承认 自己喜欢这种感觉 但罗在这种氛围下 却显得前所未有的开心 海贼王的右腕 明王雷厉 年轻时的雷厉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敢跟着还是该溜子的罗杰 出海征战四方 雷厉不仅是罗杰的第一个伙伴 两人也是从无到有 造就了一个时代 这种羁绊就相当于锁龙与陆飞 最后罗杰雷厉他们 也如愿到达了最终之岛 雷厉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王之副手 在此后的岁月里 雷厉比退休老干部还自在 隐匿在海军本部隔壁的香坡地 没有因为年龄而崩坏的女人 当时还把布鲁克撩得神魂颠倒的 雷厉除了当杜膜工人 平时就喜欢赌博喝酒和漂亮妹子 然而就是这位连海军大将遇到 都得颠量颠量的王妇 初次亮相居然是在官人贩子的牢笼里 被当成一个普通的奴隶老头 等待被拍卖 而理由也很奇葩 雷老爷子因为业余爱好繁多 缺钱 自愿把自己送到人口贩卖场 这波自己卖自己的操作 属实牛皮 之后除了在会场里捞钱 甚至如果真的有人买他 还想打劫他的买家 当时卡普听到拍卖场 要拍卖冥王 也是哈哈大笑 忍不住对这位老对手调侃 因为当时要准备打顶上战争 卡普也就把雷厉这件事给压下去了 不过敢关押冥王雷厉的人也是眼拙 不知道这可不是一般二般的老头 在人鱼凯米被这帮人蹂躏之时 雷厉便使用霸气 轻松放倒了这个粗鲁之人 身边的巨人对此还很诧异 雷厉则是非常低调 称自己只是个肚膜的老头子 比较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而已 嘴上这样说 当然不仅如此 其实当年雷厉海上遇到危险时 小巴曾经救过雷厉一命 而罗杰海贼团和尼普顿也是老交情了 雷厉对人鱼和鱼人们是很亲切 之后陆飞等人大闹拍卖会场 还一拳暴打了天龙人 喝光了身上的酒的雷厉 也只好出去看看热闹 有些破烂的披风 强者标配的腿毛和拖鞋 当他看到受伤的小巴后 强大的霸气 瞬间震晕了抓捕头饭的侍卫 横扫会场的霸气 在场的所有人不禁目瞪口呆 雷厉和陆飞第一次见面 他看到了陆飞头上无比熟悉的草帽 虽然雷厉隐居一处 但对外面的世界了如指掌 曾经香克斯提到的这位叫陆飞的少年 果然有点东西 雷厉终于等到他了 雷厉用刘英取下捏爆了凯米的爆炸项圈 让大家离开这里 但是陆飞暴打了天龙人性质恶劣 气得战官脑人疼 身为大将的蒙奇帝皇元请求出战 在陆飞一伙被大将逼入绝境之时 雷厉及时赶到化解了危机 为了让草帽一伙逃离 老雷和老黄无比默契的展开了剑术对决 雷厉宝刀不老 将皇元的脸划出一道口子 而担心着草帽一伙的雷厉面对大将 也占不到太多便宜 此时熊突然闪到雷厉面前 说道我和老黄 哦不 我是革命军的人 一切按剧本行事 之后草帽一伙人 被熊挨个拍飞到世界各地 黄昏来临 老黄也不想加班 于是抓了几百个小海贼 回去糊弄交差了 在顶上战争之后 雷厉偶然得知了陆飞与女儿岛有微妙的联系 而下棋更是凭直觉猜到了女帝 已经爱上了陆飞 在这个世界上 比预见未来更高级的剑文色 是女人的直觉 就这样 雷厉一人游过了海王类扎堆的无风带 到达女儿岛 并阻止了陆飞仓促与伙伴们重聚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无非是再次送人头 不久之后 雷厉 陆飞 慎平 三人重返马林凡多 在两人的掩护下 陆飞敲响了奥克斯大钟 并在白胡子震出的裂缝中 投下一束花 以示缅怀 向伙伴们传递了 重聚时间有三天变成两年的信息 陆飞明白了 只有不断变强 才有实力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于是决定潜心跟雷厉 进行长达两年的修炼 为了不影响陆飞 雷厉还把上头的女帝给支开了 知道雷厉是为了陆飞好 女帝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陆飞 钻进深山老林中 雷厉将三色霸气的使用心得 一一传授给陆飞 在雷厉的悉心教导之下 陆飞的实力突飞猛进 两年后 草帽一伙都有了质的飞跃 看到这一幕的雷厉 也是无比激动 陆飞举起双拳感谢雷厉 78岁的老爷子不禁流下热泪 回想起和陆飞两年间的点点滴滴 又看到陆飞如今的成长 雷厉是不舍 但更多的是欣慰 他亲自为徒弟送行 冥王二字 吓得追击的海军双腿花软 向顶点前进吧 雷厉如是说道 想当年 他也曾是那个满腔热血的少年啊 起航了雷厉 罗杰的那句话 似乎还在耳边回道 虽然雷厉不会跟随 新时代的人扬起风帆 但他却以另一种方式 重新启航了 追星之路 无比坎坷的小谜弟贝拉米 巴托洛米奥为了偶像出海 不用航海事 全靠乡下老奶奶 最后终于见到了爱豆 拿到了爱豆们的签名 与之同样狂热的 民歌的小谜弟贝拉米 他的追星之路 可就比巴托坎坷的多的多了 一开始贝拉米是绝对崇拜民歌的 从小就崇拜民歌 但是因为贝拉米的所作所为 让民歌想起了他爹 贝拉米呢 出生于北海一个相对富裕的地方 要么说这北海真是出人才 不光盛产大将 也出该溜子 更不缺小谜弟 贝拉米好好的安逸生活 不过非得瞎作 因而别管贝拉米多么有诚意 这贝拉米后来 还把空岛上的黄金柱 给捞来送给民歌了 可民歌始终把他当成一只卑微的舔狗 贝拉米这个被偶像嫌弃的小谜弟 起初获得了民歌的同意 拿到了民歌的海贼标志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跟人打架不能输 输了就卷铺盖滚蛋 本以为这是舔狗的结束 却没想到这正是舔狗的开始 因为这个规矩 贝拉米本就狂妄的性格 又多了一点蛮不讲理 什么都得赢 在摩古镇酒馆跟罗西欧赌博 赌输了 说人家滚刀出老千 然后就开始要查架 把罗西欧给揍惨了 这明显是贝拉米年轻人不讲赌的 滚了一手好刀呀 不过最后终于是被路飞一拳给放倒了 这回是真输了 民歌来插水表 不光是一顿毫不留情的鄙视和嘲讽 还用寄生线 让贝拉米的船父萨奇斯砍贝拉米 自己的偶像这么对自己 再忠诚的粉丝 心都得凉透了吧 贝拉米不仅没有任何怨言 反而是请求民歌再给一次机会 表示即使被驱逐 也永远追随民歌 民歌不失这一套 嫌弃你就是嫌弃你 操控萨奇斯再次砍向贝拉米 贝拉米民歌这两个人也是绝了 一个使劲想要上车 一个使劲挡住车门就不让上 谁也不妥协一丢丢丢 后来再得倒 那民歌完全就是把贝拉米当猴耍 本以为贝拉米两年间成长了很多 但是当民歌让贝拉米去杀陆菲的时候 那生是民歌的人 死是民歌的鬼的信念又把持不住了 但是因为空倒之后 贝拉米对陆菲的看法有所改变 一方是无比崇拜的民歌 一方是有些敬佩的陆菲 所以对这个命令是有点犹豫 但是万万没想到 贝拉米的命在民歌那里根本一文不值 直接就想搞死贝拉米 起初贝拉米还不相信民歌想要了自己的命 德林杰也说了 其实没啥理由 就是看你不顺眼 让你暗杀草帽也只是一时兴起 然后德林杰把贝拉米往死里打 好在被路过的巴托给救了 两人虽然同为狂热的追星一族 但这件事真是印证了那一句话 有时候方向真的比努力更重要 要是觉得贝拉米这回总该清醒了 那就太天真了 后来贝拉米还当面去问民歌 民歌不光嘴上不留情 手下也不留情 一顿操作把贝拉米整了个半死 然后又来那招用寄生线操控贝拉米和路飞干架 民歌收回控之后 贝拉米还继续跟路飞对刚 其实这里贝拉米也够惨的 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没有办法接受 自己为之付出一切的梦想抛弃了他 也无法否定自己的过去 卑微却也倔强 但不管怎么说 民歌还是自己崇拜的人 顺着民歌的意思去做 就算倒在路飞手下 那也是对自己过去的一种慰藉 后来贝拉米跟草帽一伙分别后 就不做海贼了 改行当起了首艺人 给草帽团做海贼旗 倒是觉得他可以加入巴托的路飞前辈叫 一个负责烧人家的旗 一个负责做自己的旗挂上去 不同版本的草帽三巨头 第一个相爱相杀版 由路飞索龙三字组成 两年前赏金共计4亿9700万 目前21亿5000万 这一组是最稳定的草帽三巨头 这样有时候互相斗嘴陷害 不过三个人配合起来真的是帅 索龙三字也是路飞从成长到成王路上的左膀右臂 第二个花里胡哨版 路飞基德罗 两年前赏金共计8亿1500万 这个版本初次登场赏金很高 相当霸气 不过典型的雷声大鱼点小 其中基德和罗在后面各断了一次胳膊 而基德和路飞更是一起 忙进了凯多的借网影中心 这个版本的三巨头 总的来说是三个猛男两个马 干啥啥不行 花里胡哨第一名 碰巧遇到的对手就是专制花里胡哨的 第三个海路空混搭版 路飞老杀盛平 两年前赏金共计6亿3100万 初次亮相就登上了马林凡多战场 很迷的赏金 很强的实力 只要不喊赵世明 就以为他们一直在评A 在放技能的时候 炫酷动作特效拉满 再加上一句 听起来极其悦耳霸气的赵世明 比如路飞的狗摸狗摸挠 索隆的洗洗碎碎 不过还有这么一帮实力顶尖 一直都不喊赵世明的人 甚至可能就是懒得想 所以一直感觉他们在评A 比如鹰眼 从东海登场 一刀把船砍成两半 到顶上战争 上来就嘴白胡子 之后又是一刀把冰山拦腰斩断 鹰眼西字如今 一直秉承着说话不打架 打架不说话的习惯 两年后 徒弟索隆都学到了师傅鹰眼的精髓 欲试不慌先砍船 而鹰眼却没有从索隆身上 耳濡目染到 七步成手师 转身不认路的特质 而且这些不喊赵世明的人 能极其娴熟的 把大招的伤害 用平A的手法打出去 极具迷惑性 像战国那看起来 相当有视觉冲击力的果实能力 怎么着 也得有个像什么 大威天龙 大罗法兆 世尊地藏 薄弱诸佛之类的大招吧 哎没有 一屁股坐下来 抬手一掌 二话不说 平A加AOE 附赠暴击和穿甲效果 把黑胡子全团 当时给干的群兔血 黑胡子也懵逼了 这一掌是他们平A 而且刚才打王陆飞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呀 当然同样懵逼的 还有小马 被卡普突然的一记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拳 给打到怀疑人生 小马只能无助的看着卡普 你要提前喊个招式名 我也不至于横冲直撞进去了 别看卡普正经打架的时候 不喊招式名 不过还真有两招 是有名有姓的 一招叫全古陨石 就是人肉炮弹发射器 缅陆飞的时候使用过 还有一招 大名鼎鼎的爱之铁拳 专属试用人群 艾斯 陆飞 萨博 可能还有一招 叫爱之拖鞋拍 白胡子每一次看起来都是平A 但是每一次 属实都是大招级别的伤害 只要不喊招式名 清兵的那下是普攻 差点把马林凡多 一为平地的那下 也是普攻 黑胡子面对白胡子 自信心爆棚 吸了白胡子几次伤害 就觉得天下无敌了 最后被白胡子 一记真平A 给砍翻在地 事实证明 皮肤和特效 只能证明是克金玩家 输赢还得看微操 除了这些 还有海贼王的诱腕 兼职镀魔工人的雷利 老黄的天丛云剑都拔出来了 雷利不玩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主要讲究一个实用 哦 要说目前不用吼 也不平A 但最低调奢华有排面 杀伤还很大的招式名 那一定是红发的 也就是陆飞能干出来的事 作为船上的挨揍王 陆飞不仅是被纳美 日常捶得满头包 索龙和山智 有时候还想活活寡了他 毕竟陆飞那蠢萌的脑回路 往往会秀出 那令人难以预判的骚操作 因为陆飞对钱这种东西嘛 完全没有什么攒钱存钱的概念 大概只知道有钱就可以花 在空岛上 草猫一伙得到了一些黄金 后来换了三亿贝利 瞬间成为爆发户 不过其中两亿 上来就被弗兰奇小弟抢走了 还有一亿 纳美放在了保险柜里 一亿就一亿吧 本以为可以买一些奢侈的家具 没想到司法岛结束 陆飞直接就开启了作死模式 一晚上干光了剩下的一亿贝利 开了一场巨大的派对 请全城的人免费喝酒吃肉 免费happy 对这件事呢 陆飞不仅没有觉得做错了 还在那嘰嘰嘰的笑 后之后觉得纳美 那真是揍的陆飞 连卡普都认不出来 索隆山智蔫坏蔫坏的 这会算账的时候 这俩老哥早就溜了溜了 不仅如此 陆飞事后还敢理所当然的 向纳美要零花钱 气得纳美真的想把陆飞原地掐死 要说陆飞还有什么 只有他能干出来的事 那绝对是将果实能力 用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全新领域 一招针鞭腿 直接甩着索隆山智腰间盘突出 敌人队友一网打尽 那可谓是效率极高的一条蝙蝠物 除此之外 一条蝙蝠物还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捞人 为什么只是捞人 因为通常情况下只捞不救 能不能活着着陆 那就看造化 索隆山智这俩人 一个扛奏一个邪后 就这还差点被陆飞给玩死 索隆不止恩赐 扬言要原地砍死陆飞这货 所以能做陆飞伙伴的前提是 实力强不强那是后话 身体扛不扛造才是立足根本 当然除了这些 还有直击灵魂的跳楼机体验 其实剑王尹中心的凯所长 也经常这样玩 只不过像陆飞这种 带着一群人玩自由落体 摔不死也得吓尿的运动 可谓是绝无仅有 看着逐渐坠落的众人 索某人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窃喜 这次终于他们不是老子了 还有也就是陆飞 能想到在乌索普收藏的卫背里放屁 把山智给坑惨了 拿冲击背轰开牢房 就这么简单的事 山智先是拿了阴背 放出了一条由乌索普发出来的奇怪声音 被人当成大沙雕 这就算了 最后拿成了卫背 开关一按 方向四溢 山智秒上头 原来陆飞把自己的屁给冲进去了 不仅如此 想想这屁里甲烷浓度是得有多高 山智一句屁要炸了 这何止是炸了 连地上的井盖都给轰开了 牛皮 打出来